來 歡迎來到古矮大張夫婦節目現場 這兩天的盤 從前天的中共軍演 我就告訴你不要擔心 不要擔心 而且還有什麼樣 還有空單 所以你可以看到昨天的大盤 創破斷高了 對不對 創破斷高 那你看一下券單 有沒有看到 昨天空單往上回補了多少 一萬兩千七 如果你有每天做我節目 這個數據我不用跟你講 都在我腦袋瓜裡面 這幾天 這兩天 空了兩萬張 七千一千二 來 這幾天總共空了四萬張 然後這兩天 這兩天 回補了 這兩天又空了 然後昨天 昨天又回補 你說一萬二 幾乎一萬三 這兩天又空了兩萬張 昨天再高點 又回補了一萬兩千多張 快一萬三千張 這空軍到底在幹嘛 我每天在那邊告訴你說 空軍不死 多頭不死 對不對 空軍不死 多頭不死 空了再停損 做多也不會賺錢 做空也不會賺錢 我一直跟各位講 會賺錢的人 做多也會賺 做空也會賺 不會做的呢 做多也賺不到錢 那也要去捲壓空 好 那你看今天 今天一開盤開低 對不對 很多看到美股大跌 一開盤去賣的人 中間有高點跟你走 那今天為什麼大盤要跌 因為外資的 期貨空單被咬 被誰咬 被我們那次咬 那昨天晚上的美股大跌 費半大跌 很多外資就已經補掉 今天一開盤 他如果不去繼續補 怎麼樣 又上來了 是不是 那12點之後 他要想辦法再壓盤 所以正式在壓盤 為什麼要壓 因為他很多空單 三四萬口的空單 在今天要做結算 那明天台積電要法說咧 台積電再怎麼樣 第三季也非常漂亮 所以今天壓下來 那明天搞不好 又跳空開高了 但是我已經跟你講了 不要看指數做股票 你看指數做股票的結果是 今天一開低 對不對 開第三百點你就傻眼了 可是問題是 今天很多股票 根本就沒什麼跌 不但沒跌 我的股票還在漲 我先給你看一段 我先給你看一段 如果你沒有訂閱我YT的 因為我這邊我只有 我這邊只有這個LINE LINE很多人就怕加了變詐騙集團 你都已經在中市看到我了 然後你也確定這個LINE 上面小老鼠HIH888 不然中市會詐騙你嗎 我如果是詐騙集團 中市會讓我在那邊上節目嗎 雖然我做到12月底我就不做了 你不會天天有機會看我節目 我等一下再告訴你 看我節目 我都告訴你不要去追高 我都告訴你說 大盤怎麼漲怎麼跌 跟我沒關係 我就是做好我的股票 絕情谷底的股票 你不要不相信 不相信你跑去看其他人的 那你看到這一檔你怎麼辦 我告訴你這一檔 我說這一檔我合理懷疑怎麼樣 對不對 我說這一檔政績 我合理懷疑分析師聯合主力怎麼樣 坑殺你啊 我在9月底就告訴你啊 我是不是前兩天 我在這邊我就提醒你 9月底9月30號 我還在節目還是在告訴你 而且我在這兩天 我還拿出來重播 把我9月底在中市告訴你的 還拿出來重播告訴你說 這一檔你要小心啊 我說之前這一檔在這邊的時候 我明明 我如果要帶會員做這一檔 我都可以賺到錢 但是我選擇怎麼樣 我不碰他 為什麼 即使這一段我可以讓你賺到錢 我都不碰他 為什麼 因為我知道這一檔就是怎麼樣 分析師聯合主力炒作的股票啊 那主力拉上去了 最後要下車怎麼辦 那一定是在這地方放利多嘛 不然怎麼走 不在那邊放利多怎麼走 那結果這一檔政績 你可以知道10月 10月有哪一檔股票 導播 10月是亮麗的光輝10月 我們指數在23000耶 那怎麼會有明明營收非常漂亮的股票 卻可以在短短10月 幾乎要跌掉40% 我不早就告訴你了嗎 那你避開沒 等一下再回來講 我說大型好 這個行情好不好 有沒有關係 沒關係啊 跟我沒關係啊 那這種行情 來 麻煩你看一下好不好 主持人inha 友台 9月16號節目推薦政績附贈 9月16號推薦的政績跟附贈正好都在高點 麻煩你看一下 我該概我都概了 但是我就跟你讲 这档正机谁来坑杀你 你只要YT去收正机就可以了 你只要YT YouTube有没有 你们不是每天都在YouTube上面 听音乐看节目对不对 看影片看电影什么都有 看新闻也有 然后我们这个中视 我们电视节目录完 是不是也有把我们的影片 放到YT上面 所以你三点跟三点半 三点半到四点 你没有看到我的节目没关系 你在网路上都可以找到 你就去看正机 你就上面去搜正机 那你就看是谁在讲 不要说我在攻击人 行的正 人家说深正就不怕什么样 影子斜嘛 9月16号在哪里 在这里 你喜欢去看友台晚上的节目 我们中视没有 晚上没有财经节目 只有友台 那种财经台 是不是晚上有那种财经节目 那我刚投影片给你看到了 9月16号 正机 说正机的业绩多好 对 在这里 9月16号在这里 那现在呢 我跟你讲 9月16号在那边推荐 中间这一根长红 隔天开高就杀下来了 这是在干嘛 这不就是我左卫的 我的钱挂操板法 9.5飞龙在天 利剑大人 接着干嘛 9.6抗龙有回 你看到没 超狠的 你看这个韭菜 割得有够淋漓尽致 非常狠 10月哪一档股票表现比他还差 几乎找不到了吧 表现最差的 他要是没第一 那我想应该有第二的吧 所以 我再告诉你节目不要乱看 你以为你看 晚上的电视节目 你就会赚钱 那我就跟我女儿讲 你也不用去考台大啦 不用去考北一女考台大啦 你就每天晚上 对不对 书也不要读啦 晚上只要把那个财经节目 听好来啦 然后买股票 你这辈子就不愁吃不愁穿了 不是吗 因为节目大家都不会看 节目谁不会看 三岁小孩都会看节目 那结果你看这档政机 刚给你看到对不对 还有讲什么 对不对 那一个还有讲负胜嘛 来 再来看一下 9月16号在哪 这里 几乎最高点啊 有没有 其实我也不知道 我只是政机 我在YouTube上面去搜政机 然后就搜到刚刚那个画面 我没有刻意攻击谁 如有雷同事出巧合 应该这样讲 如果有雷同 那说的就是你啊 因为这次YT 是大家都可以收到的公开资讯 看到没 负胜9月16号 节目推荐 最高的时候多少 305 312到今天收盘 280 所以我才告诉你啊 业绩好的公司 我不断提醒你 不是每一个季报好的公司 你都能买 你要去分辨 它的指数 它的价位是在高还低 对不对 你要去分辨它价位高还低嘛 对不对 它是从这边这样飘飘飘飘 这样子180这样上来的 你一看你把线形拉开来看 长远来看 那它就位阶就是高啊 连这么简单 这国小学生 要我女儿叫她来看 来你跟爸爸讲 就这个线来给你看 哪一个叫做相对高 哪一个相对低 对不对 来啊你来告诉我啊 在介绍的时候在这边 什么叫相对高相对低 我跟你讲就是 小学生你叫她来看 她都会看啊 那我昨天 我跟你讲 我说我也有YT 我的YT你去搜寻 叫古海大丈夫 我们节目没有把它贴出来 你来看一下 我昨天不小心 我本来要盖的 我要盖牌 结果我没有盖住 然后我就露出了这一档宏观 被大家看到了 等于说 如果你有认真看我节目 你就怎么样 你就赚到了嘛 这档6568的宏观 今天差一点涨停 那我是不是说跟你 我们股票跟子是我们关系 一点都没有关系啊 来我说我坚决 这是我的原则 我坚决带你买怎么样 绝情谷底嘛 来啊 小学生会不会看 你家只要问小学生 什么叫做在山头上 什么叫在山谷 我就跟你讲连小学生都会看 我刚是不是拿政绩跟附生给你看 你看到了没 哪一个叫在山谷 哪一个叫在山谷 哪一个叫在山峰 小学生都会看啊 导播不好重播 给你透露一档好了啦 我应该是没折到 没折到 红利赶快看 这也是老陈甘 这档宏观 白金并宏观 对 它是想要转型吗 它就是对对对 宏观有做卫星这一块 卫星调协器IC 今年的第一季 第二季第三季 它就已经逐迹成长了 今天反正露就是全都露了啦 这就是红利嘛 好吧我就当这一集就送给各位当教学影片 你不要看他这几天他都没涨 大盘不管怎么杀 他也跌不下去 你看元大双合 这个分点券商一直在吃货 如果这支股票不好 为什么他要一直在那边吃货 你看到了 昨天 昨天我古海大丈夫频道 所以如果你昨天有看到古海大丈夫 如果你有加我赖 我不勉强你加 很多人加了又退出 如果你是三星两亿的人 或者你觉得我是诈骗 你就不要加了 加了之后又退 或者你只是加加看 参考看看 那我觉得就不要加了 因为你对一个分析师 你都不想说好好观察他一段时间 那宁可相信怎么样 友台 晚上的名师 对不对 在高档推荐你股票去割你韭菜 那你被割韭菜你就不要怪人啊 对不对 因为好的节目不给你看啊 好的节目你不看 我YT我就已经刚给你重播 就是我昨天录的 我昨天录的 我昨天录如果你今天 如果你今天早上 亲爱的 9点半以前 他都在130这边 都没动 今天这个上去不是我买的哦 我今天都没有叫会员动作哦 我们早就怎么样 我们早就买好在等啊 很多分析师都看到拉财 要急的叫你去 手忙脚乱去追高 那都是在帮别人抬轿啊 对不对 导播 这叫什么 比爱心啊 比给谁 来 导播 比给今天帮我抬轿的人 我不是今天他长才告诉你 你有没有看到这个营收 我这营收写什么 369对不对 我有没有告诉你说 这段时间你要跟我布局第三季 第四季业绩成长股 而且他的股价 在极其低的部位 有没有 所以这就是股价在极其低啊 你跟9月底被人家骗去买正机 那跟我在这边老老实实叫你底部进场 你觉得哪个获利空间比较大 我当初创为也是让你在那边买的哦 对不对 但是是不是有人140 150还在跟你推荐创为 我7 80块在跟你推荐创为 有人现在140 150还在一直给你推荐创为 那你要听他的你不听我的 我跟你讲说创为我都已经下车了 你现在还要推荐你去买140 150的创为 那你被套你活该嘛 就跟你相信人家去买200以上的正机 现在只剩150几 那你被套你活该啊 我们对一下好不好 你看一下这个 我这个我上礼拜我就拿出来给你了哦 但是我盖起来嘛 昨天我也要盖我没盖到 就被人家看到了啊 这就是这张就是我昨天要盖没盖到嘛 有没有 刚你们看到我在影片我是不是在讲 各位元大双合这个单点券商 在这边偷偷吃货耶 这就是我昨天没盖 你有去订阅我的国外大丈夫 YouTube频道 你就会看到这一个了 所以你今天还有130让你买 但是我什么时候邀请你来 我在上礼拜我就邀请你来了 来就这一张 就这一张哦 我当时把它盖起来哦 我现在打开给你看 有分析师有像我这样子 有这个底气在事前怎么样 事前先跟你预告 然后事后 跟你验证给你看吗 看到没 那时候宏观 还没涨啊 125以下 你有没有看到 再跟你对营收哦 369 对不对 好 我们现在再往前看 我都投影片我都不会拿掉的啦 有没有看到 244 259 285 对不对的起来 对的起来啊 我没有骗你 我们等一下先进广告 如果你要持续好好追踪我的节目的 赖自己加进来 我不勉强 但是你喜欢 跟着大庙大而上 去买在糕点 然后被人家割韭菜的 那就随便你 我们先进广告 谢谢各位 来 导播 我说既创为台湾精锐茂达 我跟你讲 这几档都是我们领先 中华民国所有投顾分析师 在第一档让你布局的 台湾精锐200 创为780 90那时候 对不对 很多人都是后面才来 跟着我屁股后面在那边划修的 帽打也是 140 150 160不就在布局了吗 好 我讲这几档我现在已经不想做它了 如果你现在别人还在叫你做这些股票 那你要小心 你被咬到 不要怪我 没有提醒你 那我现在干嘛 你先布局宏观 我不是跟你讲 我建宗毕业的 我高中有几个同学 有拉一个群组 都在跟我做股票 你来看 这是今天早上 今天早上的宏观 到9点半以前 只有9点20以前 只有两张成交量 我那时候我就把这一个 贴到群组给他们看 我还告诉他们说 到现在才两张 那今天一开盘不是跌300点吗 对不对 那照理说跌300点 那他要跟着开低啊 有没有 没有嘛 所以我讲怎么样 跌300点也没有人要卖 跌300点也没有人要卖 那就涨了 不是吗 那所以啊 没人要卖 指数稍微开始上去之后 阻力就开始动啊 为什么我知道它会拉啊 因为我不是前两 刚不是给你看重播吗 对不对 因为有人在干嘛 有人在偷偷吃货啊 昨天告诉你的啊 宏观 原大双和这个券商 在这段时间密集的吃货 别人是高档在电视上 喊股票让主力下车 我是怎样 我是让你怎么样 你看导播都没切嘛 我的PPT都在上面 骗不了人啊 我是让主力来帮你抬轿耶 我昨天就告诉你耶 昨天就露线露给你看啊 那你要相信谁 这么老实的分析师 好来 记不记得这张表 梅兰族曲 台积电的验桌表 我这张验桌表 我6月我就拿出来给你看到现在了 来 麻烦看一下 里面有没有宏观 你自己找一下啊 我现在有亮出来的都是怎么样 都是我最近陆陆续开牌的股票 是不是有创围 有没有 最近在涨的威胜 有没有 宏观围在这边啊 有没有看到 立即我是不是也带你赚过了 还有还没开的 我早就告诉你这张桌表非常重要了 那你看我什么时候布局 8月6号 你不要 你再跌到2万点 你再怕 我在干嘛 我在带IC设计专班买107以下 那你现在回头来看啊 每次的大跌 是不是都是天掉下来的大跌 107耶 今天140耶 你股票一定要天天杀来杀去吗 不用啊 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 谢谢各位 现在就加入 古海大丈夫Light生活圈 小老鼠HIH888 或扫下方Track号 并且订阅 古海大丈夫YouTube影音频道 订阅按赞 打开小铃铛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各别有加证券 无不当真财物理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